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化悟空,九种酒排名 把酒仰问天,古今谁不死 黑神化悟空一共有九种酒 今天就来聊一下每种酒的强度 主要是最终强度和泛用性这两个方面 我会按照获取的时间顺序来介绍 初始的椰子酒因为需要升级7次采到玉叶 而且最快摇到二种母 所有我会把玉叶放在最后一个锁 正片开始前先进一段广告 大家喜欢看这种Boss打Boss的电子豆区区吗? 机油加速器搭载了各种热门MOD 其中就有一个电子豆区区MOD 另外还给了详细的使用教程 用了之后就可以像我一样 一星看阳简二星相斗 非常爽快 它还可以搭载内置小地图 可以在游戏中自由打开关闭 让你轻轻松松找到所有收集品和Boss 并且可以一键传送到关键点位 大家快去体验一下吧 输入口令Starboy就可以拿到免费时长 高耳酿和干核烧 第二章一开始就可以拿到 立刻恢复上限两成的生命 然后缓慢恢复两成半的生命 总共四成败 非常的强力 因为此时初十九只能升级到五年或者十年 也就是恢复四成或者四成三分 总恢复量来看是高耳酿占优的 如果是预购还家有真仙葫芦 那么第一口 它不管是多少恢复量 都是可以回满吧 回满的时候即使又被攻击了 也可以吃到持续回血的效果 从而不满血 在拿到无鬼葫芦后 因为无鬼葫芦的治疗效果减半 只适用于固定回复量 而不影响这种缓慢回复量 所以它高耳量可以很好的配合无鬼葫芦 第三张浮屠戒打完就可以升级到干核燒 干核燒立刻恢复一成八分的生命 然后会缓缓恢复四成八分的生命 总共四成六分 是所有酒里最多的 即使在游戏后期和高中幕 不仅能和妙语葫芦搭配增伤 也可以和清甜葫芦搭配牛魔轮一套 你可以在半全以上就喝一口 然后靠缓慢回血和博山罗的减伤 让你的血量始终保持在一半以上 也就是始终在霸体状态 这个酒唯一的问题就是 只有两个泡酒无味比较少 但就整体强度来说 我认为排在S是没有问题的 蓝桥风月 可以恢复当前上线三成六分的生命 会少许增加移动速度 这个在多中幕配合行者套跑图蛮有用的 很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 但是开荒推图和战斗的时候 增加移动速度并不是特别有用 而且开荒玩到这个时候 此时如果你用三冬虫升高氨量 已经可以升级到甘河烧了 如果升级初十九 那也可以升级到十八年成 也就是恢复四成六分的生命 这个蓝桥风月 我觉得只有高中幕跑图拥有 不适合用来战斗 所以与我排在壁 穷江可以恢复上线三成六分的生命 并且恢复二十点法力 只有两个泡酒屋蓝位 和蓝桥风月一样都是在第三章拿倒 很强 如果你的葫芦是升级的初始葫芦 你可以喝七口 如果是升级的宝莲玉葫芦 你可以喝八口 相当于多140到160点法力 足够你多放两个定身 多放一次毫毛 非常的强力 虽然恢复的血量并不多 但是在缺乏回蓝手段的情况下 这个葫芦在拿到手的时候绝对是S级别 大后期什么玲珑内丹啊 加点啊 大家染量都上来之后就比较一般了 综合一下我给到A 松劳 第三章结束才能从深喉处购买 松劳可以恢复三成半生命 且在生命过半时饮酒会获得一定棍石 拥有两个泡酒物染味 这个棍石回的很多 比普通酒加两个铁骨营生回的还要多 但是增长棍石的手段太多了 而且这个恢复量也比较一般 比虫姜还少 这个时候初十九是十八年成 也就是能恢复四成六分的生命的那个 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多这点棍石 还不如多一成的恢复量 或者二十点蓝 高中木这个就更没有什么用了 所以我排在C 无忧许 可以恢复两成四分生命 当生命危机时大大增加恢复量 生命危机是指百分之二十血量以下 嗯 这个百分之二十太数据了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直观的感受 就是你的生命掉到这种情况了 也不算生命危机 那当你生命掉到这种情况了 你是愿意再被打一下 触发增大恢复量的条件呢 还是直接喝一口酒呢 嗯 所以我感觉这个不是很实用 而且只有两个泡酒无味 那我还不如用蓝桥风月 多泡一个指纹香盒呢 这样我还能够跑得快一点 嗯 所以我这个排在C 九霞轻徐 恢复当前三成半的生命 获得一定量的元气 这个恢复元气的量和七口 大概能够回满芭蕉扇 九口可以回满需要较多元气的无量符 但是呢 这个效率是远远不如金生套棍花的 所以它的用法不是作为主要回元气的手段 而是你只擦一口气的时候补一口 不仅能够加速冷却 也能够顺便回回血 属于那种 如果你比较依赖化身剂和法宝 即使到了后期或者高中午也会比较有用的酒 恢复量三成半和之前那些恢复量三成六分的酒 其实也差不太多 嗯 三个泡酒屋位置非常优秀 嗯 我觉得比蓝桥风月有用多了 所以我排在A 龙膏 恢复三成的生命 在六秒内给下一次的攻击 增加12%的攻击力 四个泡酒屋位置是所有酒里最多的 不要看只有三成的恢复量 在点开根气天赋变长百草之后 龙膏的恢复量相当于一个三成四分的三泡酒屋酒 这样其实和之前的那些酒都差不多 非常适配破影一击流 这个我之前的很多视频也都说过了 妙仙虎鹿加龙膏加12重楼胶 玩破影一击非常强力 但是如果喝了酒只是接轻击 那这个酒就没啥用 还是要看流派 所以我排在A 千日醉 可以恢复当前六成生命 是一口气恢复量最高的酒 会因为醉酒量腔片刻 但是这个量腔是可以通过翻滚取消的 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的技术 就喝酒之后狂按翻滚就行 这么一来 它这个就有点过于强了 因为拿到这个的时候 初十酒最多也只能恢复成 即使到了二周末 把初十酒生满 也就只有五成半 而且它能够装三个篮位 对于可以熟练翻滚取消量腔的玩家来说 这个太强了 鉴于这也不是什么很难的技术 所以我把这一格酒排在S 啊 啊 玉叶 初十酒需要15个山东虫才能够生满 一周末山东缝只能够拿12个 也就是说一周末初十酒最多只能升级为恢复五成生命 拥有三个泡酒味的猴儿酿 而如果升级了高儿酿 初十酒就只能升级到四成九分 两个泡酒物栏味的三十年成 如果你千日醉用的不好 战斗中时不时的还是会量呛 那这个就是一口气恢复量最多的酒 我排在A吧 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一下 试一下千日醉 真的很好掌握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心目中哪种酒最好呢 欢迎评论区探导 谢谢大家支持 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